八点了 我这个梦想中的八分钱一度的店 煮了一锅来自老区的小米粥 小米粥是秦州黄 秦州黄是那个谁 那个 叫刘小沁 就是谢福智的一闺女 红二代 我怎么认识她呢 是那个谁 纪登奎的长子纪波民介绍我认识的 纪波民呢 那会儿我拍老房子 我拍了那个什么人什么人 哎 纪波民就跟我联系 说老鸭你拍过我们家吗 我说你们家是哪 说我们家是华国锋的那个宅子呀 而且是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时候那宅子 我一听大感兴趣 而且离我们家挺近 我坐111 坐到灯室口就是了 他们家的前院是史家胡同 后院是内无不接 哎呦 基本上还保持原样 关键是他一直住在里边 另外他爸是纪登奎 纪登奎就是谁呢 就是现在都说 林彪摔下来之后 周恩来忽然淒厉的大哭 从哪传出来的呢 纪登奎告诉纪波民呢 纪波民写书 写文章又传出来的 哎呦 我一听是 记得哥是你呀 我就去他那了 去他那这是认识他 我第一次去他呢 是他派一个人带我来去的 那人来到我们家 先看看我什么样 我住哪 一看我的确住在 风云际会之地 那哥们就带着我 我们俩是坐地铁去的 嗯 哎不是地铁吧 那时候有没有地铁呢 好像是坐地铁去的 为什么呢 我记得在那 北海北地铁站前面 我们俩走到那儿 有一个人 那个叫 卖那个红卫兵绣标的 嗯 然后一 一个地铁站到东四一上来 往南边走不远 就是他们家 嗯 就是他们家 然后我去他们家 后来我又带我徒弟 法治日报的郭恒忠去他们家 以后我自己就去了 无数遍了 他给我讲故事 他呢 由于名声不大 嗯 他比较各色 就他这个红二代 是属于文科 纪登奎啊 四人帮 比四人帮好点 谢福智是那一块 他不是介绍我认识的 谢福智的闺女留小沁吗 我这不吃的沁州黄的吗 你看我这个 我这小米州 沁州黄 嗯 沁州在哪呢 是山西 山西的南边 吕梁 不叫吕梁 吕梁是山西的西边 山西是辖 山西是辖长的一个县 嗯 嗯 左手一指是太行 右手一指是吕梁 东边是太行山 西边是吕梁山 锦南边 是太岳 太岳就是王乌山 伟大领袖不是说吗 一座叫做渔公渔山 一座叫做王 太行山 一座叫做王乌山 渔公他们家门口那个地儿 当时是陈庚 哎呀 一说到这儿 我狗不在了 不然我一喊 开来 我那狗就是陈庚他儿子陈志健给我的 嗯 给我的 那只哈士奇 嗯 刚才我 我说到这儿 我忍不住就看窗户外边 我妈又扫地呢 嗯 每天早上我妈一扫地 啊 就是艳阳天 如果我闺女再出来蹦两下来瞧瞧我们 那就更好了 现在是我闺女死了 我把我闺女埋在 埋在我窗前的书底下了 嗯 他给我保家护航 我每天是没有 没有 想什么说什么 不像那些人 是吧 啊 这人当选了 那个人怎么样了 还有啊 我一哥们 那我们俩没见过面 以前是失之交臂在杭州的时候啊 网上说的挺热闹 后来他就没了 哎 他说他有一只拖拖鞋 他也养狗 那拖拖鞋能预测 能预测世界未来 这哥们也特逗 说他以后跟人合影不花钱 嗯 不要钱 谁跟他那只拖鞋合影 他找人要钱 这哥们人逗 他说他是 他说他每 这两天 说的是九话 说九话就 就不打草稿 我从来不打草稿 嗯 我从来不打草稿 想的什么就说的什么 我是特别崇尚维特根斯坦的那个学佛 学说 语言就是一个人的边界 嗯 你说到哪 你就想到哪 就做到哪 嗯 维特根斯坦 哎呀呀 嗯 我就是维特根斯坦学派的 走到哪 想到哪 说到哪 嗯 你看 我妈还能扫地呢 我就特高兴 嗯 呃 感谢山西 刚才我说到 那个柳林镇的那个哥们 啊 柳林镇的那哥们 他给我寄的枣 核桃 还有什么东西 我都一直没开包 我今天早上才吃 嗯 呃 这是真正的好农民 为什么说他是真正的好农民呢 他没想让我宣传他的产品 或者他不是农民 他就是个上班的 嗯 公务员 他给我仅仅为了吃 最近我就发现 好多人给我吃了哈 因为发现我这个人那是个傻逼 我留的都是他的电话 谁给我寄东西 我就留谁的电话 他马上就可以升级变成一小卖部 啊 他收购 收购了在卖 嗯 啊 呃 当然最初都是他生产的了 啊 但是后来 无奸不伤嘛 刚才我说那扔拖鞋的那人就是说 商人怎么重要 商人怎么重要 老念 我哥们原来是学者 嗯 是四川大学毕业 嗯 特别主张 一本 是吧 就上大 18岁 考上大学的就上 考不上你就不适合上大学 干别的也挺好 哎 也不知道怎么兴起全国办大学 是什么傻逼考 七年八年 都得 还得考上啊 考上以后你也不一定行啊 是吧 我调侃俩人 比如我徒弟 政法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考两年才考上政法大学的 还有普特个子 是吧 大律师 普特个子 普特个子那天跟我坦白 考三回才考上呢 还一个人现在都不许说他名了的一哥们 考了三年没愿没考上 嗯 他是安徽的 后来考了考法律 邦基就考上就考上了 考上了西南政法 后来又来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后来成了最著名的 呃呃呃呃啊 哎 嗯 这个梨 这梨呢 那天拿这个梨的时候 我就还说梨这个东西哈 你看多漂亮 这梨叫叫叫佛见喜 为什么呢 这是老百姓啊 天生见逼 就非得说老佛爷喜欢吃 慈禧喜欢吃 就把这梨叫佛见喜 这梨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欲动 我先说梨吧 啊 你要那个苹果的这根瓣很短 这短的瓣呢 就没事 梨你要买梨 一定看梨的这根瓣 这根瓣是完整的 如果没坏的 这梨就没问题 反之 如果这根瓣被削断了 被舍了 或者这根瓣黑了 基本上这梨就不是好梨了 嗯 你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年在张家口啊 碰见一对老夫妇 他们在那摘梨 嗯 那梨特便宜 就他让你白拿 你拿走吧 你就白吃 我就吃了 我肚子都没没空了 然后我说 那你你要干嘛 要只把最完整的 这瓣完整的梨留下来呢 他说这个梨啊 才能不坏 这个梨的这瓣只要坏了 这梨 这梨就跟我这事了 这裤子 这裤子 这裤裆要坏了 这裤子 裤子就 哎 就这梨这瓣是不能坏的 所以你买梨 一定要挑这完整的梨 张家口他老农民 就把这梨呢 完整的 如果这瓣不坏了 那老头摘下来 那个老太太 就用纸把它包起来 嗯 然后留到春节的时候 留到春节的时候 送到张家口去卖 好像一个两块钱的 本来是两块钱一斤吧 就能变八块钱一斤 还是十块钱一斤 我没记住 我这人呢 天生不是做伤人的 不不会弄钱 弄不懂 你看这个梨 这梨我还是得洗一下 是吧 因为它 它即使说 即使说上边 呃 有套 有套 但是 仍然它上边 有一层农药 我拿水稍微洗一下 我一口咬开它 你看 那个我就 我马上就能说明 我说的那对不对 嗯 你看 表面上是好的 我不能再往里咬 我在羊里 往里咬就是苦的 嗯 这个虱是黑的 当时买这个梨的时候 宝贵问那老太太 说你这只鱼 不摘不行吗 因为挂在树上 时间越长 它生长期就越长 生长期越长 就跟长寿的老人似的 它品质越高 现在我们吃鸡 都是一个月 从鸡蛋变鸡 一个月就长大了 三十天 那鸡不好吃 是吧 原来那一只鸡 老母鸡 长了五年 长了八年 那个鸡肉才此事呢 因为它是长寿的 这梨也是 宝贵问那老太太 说您这梨 为什么不让它 下了雪 霜冻了 您再摘呢 说不行 它怕冻 一冻就黑心 梨一冻就黑心 苹果呢 也黑心 但是黑心呢 苹果的糖分高 它一冻了 再也化了 跟人说是糖心 是吧 其实梨是黑心 怕冻 任何东西 一超过了零下四度 零下五度 它冻坏了 就回不来了 为什么呢 心冻坏了 黑了心了 是吧 黑了心了 为人民说话 书赠 唐诗增先生 江平 给我写这个话的 有两个人 一是北大校长 丁世孙 一个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江平教授 我跟江平教授的私交更好 更深 他教出一帮好徒弟来 我就不一一说他们的名了 书赠 唐诗增先生 江平 2024年 10月8日 中国第25个记者节 都没有给你